财政预算案拿了200亿买物业 专业给社福设施 说了130个社福设施 有很多人吵 为什么不租 很简单 社福设施 例如托儿中心 两年后业主收回 就没有托儿中心 难道真的宝宝带得这么快吗 你希望长期有个托儿中心在那里 就算不是的话 到时就买个物业套现 怎样都好 政府把钱都放在库房 还是只有几个零 你叫他拿出来买东西 市民有点用